大家好 最近两天最火的一个新闻 在中文舆论界 就是唐山的这件恶行案件 几个就是 非常 嚣张 嚣张跋扈的这种 地痞流氓 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 就是就是 自以 自以往为的他就去调戏别人吧 这个女青年调戏这个女青年 别人对方不从 就就开始动手了 就把 也就是烧烤店里面的这种 顾客啊 这个女青年两个 打成了重伤啊 其中是不是有一个有生命危险啊 这都不太说说的好 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引起了一个舆论的轩然大波 然后呢 上千万上亿的这种 网民啊这种舆论 舆情就开始 引爆了 然后你看 大家就发出各种的信息啊 就是 人肉这几个人 然后不出所料这个故事情节呢已经都是可以预料的 这几个人呢 这么嚣张啊 这个他是有原因的啊 就是都还是有点背景的啊 你怎么着就是 地痞流汪这四个字呢 他是 绝对是担当得上的 你说在中国你要当着地痞流汪你还得有点后台才行啊 这几个人应该都是有些后台了 也都是一些职业惯犯 呃而且警察在抓他们的时候呢也也非常的没效率啊 刚开始警察是叫做 呃 很厉害的啊 抓这么几个 恶性案件的地痞流氓啊你芬兰当时出警 你没抓 啊等于行起来了你再去抓 这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的问题了 然后中国的这么多 呃千万的上亿的网民们就在这 呃 闹得这么大了是不是大家期待的某一天看到 或者尽快看到啊对这几个流氓的这种严打 然后这个借鉴恶性案件的正义得以伸张 还有人呢 我的同学这种啊就是叫我这种年纪的在国内的 啊居然都发出了感叹感叹就说 哎呀就是这个要打到打掉黑帮可能还得靠共产党 啊这个 呃要是共产党真的完真的啊真的真能把这些黑帮打掉 呃他们还还在 梦想着或者幻想着啊真正的要靠共产党来治理这个东西 难道他们没有看出来这个警察的所有的呃所作所为已经看出来这些人就是共产党的 边外人员啊 或者说就是他们的呃势力范围之正就是他们的走狗或者是他们的 呃 可以用的一些人 为什么这边这边这么嚣张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后台 呃他们什么后台呢 就是共产党这个后台啊 他们一定是 有 某些呃关联的人他们才敢这么嚣张他们才有这个资格这么嚣张他们才有 呃 呃 他们才有这个能力啊 这么嚣张 好我就来聊一聊中国 这件事情虽然只是一个看上去像是个社会新闻 那我聊聊他的本质啊 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能看出些什么来 首先呢 我就直接说结论啊 中共 中国 这个国家是没有法律的 呃 不要看中国这个国家好像啊什么 呃 法律很很很全哈各种 还有正儿八经的啥都是有有有有高院啊有有法院有检察院公安啊 这个口号喊到郑天祥为人民服务啊 啊 法治建设经常开会啊 这个 呃各种学术论文发表啊 啊 这个 体制非常的健全啊 国外有的法律中国都有啊什么 但实际上你抛开这些表面 你看中国是没有法律的 我讲一个为什么中国 不能有法律啊 这个中共就不想让中国有法律 即使中国有法律那个法律也是 做样子的啊 中国不能有法治 原因就是一旦有法律啊 一旦有法治了 共产党的统治就进行 进行不下去 这个法律就会反噬他啊 这个法律就后来过来约束他 呃 然后呢共产党本身他这个组织他是一个超越法律之上的 组织他不能够被法约束的 一旦被法律约束一旦有一套 条条框框来要求他了 他就没办法进行自己的统治 或者他的统治就必然打打折扣 而且这个会演化到最后就危及他的统治 所以他从根上 就是说从共产党最底层最基层的这些 组织上他都是超越法律的 一旦他就是让最基层的这些什么社区啊 什么街道办事处啊 什么村 村委啊 如果在这种基层的没骚的地方 他都有法治了 那这些村长也好 这些是 呃 这些街道办事处 书记也好 这些等等的人物他就得按照法律办啊 啊 最后呢 这些人物就会形成一个失利 这个 这个老百姓就控制不了了 老百姓就会用这些人 做个跳板 来和你共产党进行对治 要进行制约 所以 法律全是摆设 就连最末 最基层的共产党组织 都 可以不受法律的 影响 而且共产党他在自己的统治当中 他在身体力行的在照顾着他的 方方面面 所以你看了 最之 细枝莫叶 就是这些流氓打架 啊 这些七横罢事 七航罢事 也就是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他的走狗 啊 就是街上的混混 只不过他临时招聘来的 那些大牌啊 很多 为他啊 为他所用的 甚至他用完之后就一脚踢走的 甚至杀来吃了的 这种人物 但他还是要包庇 原因就是他必须保证自己的组织 从下到上 全部超越法律 法律管不着他 他必须保证这一点 那我们 举一些例子吧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大陆出来的啊 我们都其实自己都很清楚 你回到中国去 或者你在中国生活 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都有一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种就是你的关系 这是这就是你跟 无论是你的亲戚的朋友 你的同学 跟这个统治阶级啊 你跟这个中共 有没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你在哪能不能找到靠山 这极为重要 这个 也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去拉关系啊 为什么在同学当中 关系讲的 老师当中 平时的这个 做生意啊 这些碰到都特讲义气啊 哥们来哥们去 为什么大家就 就得这么讲义气啊 你就得这么混社会 你就得去拉这种关系啊 甚至不管是政府的 不黑道白道的啊 但最主要是政府的 政府是黑道黑白通吃的 你都得把关系拉好了 你只有足够多的关系之后 你才能在那个 中国那个社会里面去 发扬啊 才能是成长啊 你生意才做得起来 你才能 你才能 怎么说呢 把自己的这条路打出来 你才能挣得大钱 甚至 你才能 没有什么灾难 你才能 安安稳稳的 放放心心的 像个人似的过着 一旦你没关系 那你真的就是 如履薄冰 你走到哪去都不敢惹事 你惹这个事 你就有可能把自己搞死了 这一点就说明了 中国就是一个流氓社会 这一点就说明了 中国是没有法律的社会 这一点就说明了 没有人能够指望法律帮你 最后指望的都是关系 当然不是中国所有的事情 都需要去搞这些 很多事情呢 因为它有个法律 体系在那 很多事情只要 它不涉及到太 麻烦的事 比如说 双方设施的 不是关键问题 不是敏党问题 设施的人当中 都没什么关系 就是平民百姓 你说不定还可以 去法律 法庭上走走 或者说 你到警察局去 说说道理 说不定还能够 还能够把这问题解决了 很多事情它可以 这种次要的 芝麻小事 鸡毛蒜皮小事 是可以这样解决的 但是你 你有一点 你就别碰着一个有关系的 比如说 你只要碰着 你知道这个 你碰着一个麻烦 在那犯了一件事 或者碰见一个麻烦 或者要 要拓展一些什么事 你如果碰上一个人 他后面是有关系的 那你就完蛋 假设他要跟你对之干 那你就完蛋 你没关系 他有关系 那法律或者说讲道理 对你一点用没有 涉及到利益 他可以把你卡得死死了 所以我回去 我原来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只要是要 要办点什么事 你就得方方面面的去 各方面的了解清楚 甚至然后你看自己 有多大关系 办多少事 没关系你就别办事 平民百姓 他敢 所以中共他一向声称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这话某种意义上说是没错 就是说 一般的平民百姓 没关系 或者说关系是不行的 你哪敢在外面去嚣张 你一旦嚣张了 你比如说我吃个霸王餐 咱随便乱说的 占个谁的便宜 对方一旦是有关系的 哪怕你整得死死了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几斤几凉 中国那种社会 正是在中国那种流氓 流氓动物事件 没有法治的 法律是作为摆设事件 脑袋是正常的人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去作为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视频当中 唐山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些人 这么流氓 敢过来调戏这女的 这女的不从 就一酒瓶子下去 就往死里打 就是可以把她打死的 那你就知道这人后面绝对是有关系 她平民老百姓 她要这么做 早就被整死了 早就整得服服帖帖了 所以呢能够在那儿还 呃 绑子上蚊子身啊 绑大腰圆的 打那去 腰五喝六的啊 别人对他 点头哈腰的啊 可以 敢去犯事的 那绝对后面都是有人的 所以啊 而且呢你看没有啊 打打的过程当中 他说你们谁别帮啊 谁帮谁死啊 这种话说出来是很厉害的 一般人啊 中国人就训练出来了 在这种场合呢 所有的在旁边的旁观的人啊 他就得掂量掂量 我敢去帮忙吗 我去帮忙 我有这个关系能救我吗 我去帮忙警察来了 警察在护着我还是护着他 这几个人一看就是啊 职业流氓啊 他后面肯定是有关系的 啊 那我敢去帮吗 所以周围 七八个人八九个人在那 要打死这个女的 周围就只剩那几十个都不敢上去帮忙 周围全都是孙子 在一个没有法治的流氓横行的国家 那你人人就是孙子 你没办法 你除非你除非敢去拼命 但是中国人已经被 教育成这个样子 谁会愿意别人的 去拼命 所以呢 你说中国的社会现在是世界上 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冷漠的国家 也是一个看到那些弱者在面前被杀死被欺负 周围的人目瞪口呆也不会动半个手指的国家 也是一个冷酷的弱肉强食的一个动物世界 所以呢中共如果说它是最安全国家 他应该把这个补充上 他们是一个动物世界 这个是由这个狮子啊 豺狼统治的世界 底下的这些羊很安全 羊和羊之间根本就不能斗 羊和羊之间他只有被 这个豺狼和狮子吃掉 当然豺狼狮子吃掉他 不是不安全的事 这也不会暴打 所以呢 凡是在中国生活着觉得自己很安全的都是傻子 当然了中国也不是说不安全啊 你说这比起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那街上就可以杀死人的啊 但现在街上也杀死人 但是可能呀 DT就需要少一些了 有有很多种其他原因啊 其中是比如中国人也富有了一些 而且好多人现在住在小区里面小区有一定的安保 啊然后有门禁啊 然后呢还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生活已经大家都被 大家都被 像一个 奴隶一样的困在他们的生活的小 小隔街里面了 你要去你要去犯一次事这成本太高了 每个人是身上压着几个大三在那压着呢 谁愿意去成本太高谁愿意去啊 谁也没这个资格谁也没这个成本 不能够支付得起啊 不能承担得起负担得起 去流氓一次 而且呢这个天眼到处都 摄像头那么多 你要没关系的你被抓住的也是分分钟的事 你要去偷个抢个东西 不值得 所以 正是因为这么多 不是说中国 更安全 而是这个 对普通人来说他们没有这个 关系没有这个深厚的实力去耍流氓 所以就老师了 耍什么流氓 还是老老师去打工吧 但真正的流氓是谁呢 这个社会其实 就是一个最大的黑手党运营的 这么一个 流氓的社会 真正流氓就是主席台上做的那些 而为什么现在啊 你说这个越来越多了 这些流氓 和这些地痞啊 地痞就 更加是叫做什么 无法无天 而且跟中国现在状况有关系 在几 几年前 十几年前 和好几年前这个 光景还比较好的时候啊 这个 中共这个体制里面 有水很多的时候 这些 这些 文生的这些 造家的这些狗啊 走狗和这些流氓地痞流氓 他没有必要到 街上去 一个烧烤填 烧烤坛去调戏人啊 他有的是钱赚啊 他去搞拆迁 他就帮忙打砸抢一下 他有的钱赚啊 拿去承包一个工程 搞点土石方啊 提压一下这些东西很容易 他来钱来的很容易 来钱他们去去去那个会所 去消费就完了嘛 去叫小姐就完了 在那个会所里面 他就是 他就是把这些小姐 打成个残废 也也录不出来 这些做小姐的 不是社会最底层吗 你说是不是 这个就是把这些小姐整死了 谁知道 自己这个公安的哥们 马上就摆平了 这些事 只要不要闹出来 凤毛临角落出来的 后台印呢 后台就是官二代那种 他照样也碰不着他的毫毛 他可以找踢死鬼 这种事多的呢 所以那个时候呢 也这些人也流氓 也整死人 只不过在会所里整死 或者说在 以某种 比较隐蔽的方式 真实 他不是在打街上真实 现在的这些人呢 共产党的钱少了 光景每况愈下 那他的这些 底下的走狗也好 养的这些狗也好 油水真的变少了 这些像这个 常常打人的这些人 他也是什么包工队的 有什么聚会的 这种 说不定还是这个 和和 和警察是不是有点关系 这肯定都有的 没那么多油水了 政府没那么钱给他们了 他到处去挣钱保证了 你会所也不开了 怎么办 就在街上去找了呗 然后呢 中国啊 就是这么一个 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呢 就是绵羊 就或者说就是批鸣 就是羊 然后呢 这些统治阶级呢 就是老虎才狼 这些老虎现在 狮子才狼 没有这么多实力啊 他自己开始内斗了 拿不出这种肉来养这些才狼的时候呢 这些才狼就开始出去 自己觅食了 然后他们手里边有什么权利啊 他们周围有 有几头羊在他的管辖区 他就往那个下手了 所以呢以后呢 在中国这个社会走向崩溃的这种状态下 社会秩序打乱的状态下 这些地方的 官吏小官吏小吏 以及他们 底下的这些走狗啊 他们就会对身边的这些 羊这些屁民 大大出手啊 他们就会有更加残暴 因为这就是他们是他们生存就必须 朝这些人下手啊 估计很快这个 保护费这种东西就会出来 或者是 到你家去抢啊 组织人去敲敲敲打勒索 看不顺的直接怎么着啊 都是这种事就会越来越多 因为共产党他 这个他的这些啊 边缘地带的这些啊 这些基层人士啊 这些黑黑书党打手们 他也要活命啊 他也要过得滋润点啊 大家光景美宽一下 他怎么 挣个外快啊 怎么挣收入 就是靠这些 好 这基本就说清楚啊 这就是本质啊 共产党就是最大的一个流氓组织啊 这个 这些是很正常的 他 要看你们的舆论啊 你们不要指望有正义 没有正义的 他 只是他会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 保护自己的爪牙 他用他们 他需要他们 他们是一家的 但是如果舆情太高了啊 影响到他的 统治 他会抓这几个人啊 甚至把这些人直接啊 处理啊 怎么着 他可以这样做 但你不要认为这样做了之后你的社会就好 换了一批流氓上去 只不就换几个流氓呗 啊 这还是流氓 而且你们认为有正义吗 铁链女有正义吗 铁链女那个 那个那么明显的事情到现在铁链女是死是活 他怎么怎么 政府怎么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了吗 为什么政府不解决啊 中共 铁链女的那个当地那派出所所长还被刚刚被评为啊 优秀 呃 公安在公安战警的哈什么 呃 优秀派出所所长之类的啊 优秀警察 啊 这一类的 已经加奖了 加奖他 呃 把这件事情 做得很好啊 防止这些 到处的这些 屁民填的条事啊 来 搅局 而且现在你知道吗 啊 这个最近的这个 不是最近几年啊 中共一直不是最近几年几十年都这么干的 首先你知 我们就 稍微把话题 拓一点 拓展一点 在没有法律的地方美国当时西部也是没有法律的 他的人是怎么搞过来的 他们枪打出来的啊 那个时候在拓展美国西部的人 呃 实在这个法律 那些天高皇帝远啊那些到处都是枪支 那些 各种匪徒多得一塌糊涂 他们就是枪就是法律 他们自己的枪维护了自己的 的权利 所以他们没有变成高羊被人宰割 所以这美国人到现在都不愿意放放弃他们的枪 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还不愿意放弃 所以美国人拥有了自由 在任何一个有法治的国家 每个公民 我在澳洲 一样的 我们都很自豪 我不会因为 不会因为 我比他矮一点 我比他力气小一点 或者我 我们这些是女人走在街上弱一点 就会去害怕别人 就会不敢去惹事 但我们不是说去欺负人 我们就会怕别人欺负 街上也没有人欺负谁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相互尊重 对方的权利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法律赋予对方的神圣的权利 有法律在保护着你 你就是个堂堂正正的公民 你就是很 你就是挺胸抬头的 没有人敢伤害你 中国呢 中国就是那个开 前段时间 几天前发生的那个 开兵力和 劳斯莱斯的那两家人 在地 在在那车库里面 还不都在撒泼吗 还不动不动就说出来 就是我要整死你 为什么他们这么泼 为什么他们要动不动就要 用这种 地痞流氓式的方式去威胁对方 是因为在中国就是一个丛林社会 你不把这些地痞流氓的手段带出来 吓唬别人 我的背景多厉害 再有钱的这些 能开劳斯莱斯的这些顶级富人 一样 也是一个傻 也是到关键街头 关键的时刻他也得撒泼 他也得跟别人就跟地痞一样的在那 在躺在地上相互斗 他才能有点安全感 他们没安全感 他们也是 他们也是随时可以 对方的关系比他高一层就可以把他搞死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外 我们才能够挺胸抬头的做人 在中国都不是人 都是屁民或者说羊 OK 现在中共他搞这一套的目的就是想 他还还想再做一点 他一直在不停的给中国 百姓 首先剥夺他们武器是没说的了 第二 共产党执政的时候你什么组织你不可能 你剥夺你不可能 自己成立任何的组织 你什么反对党就没有了 所以剥夺让你们都是一盘散沙 各自为任 你没有武器没有任何 束手无策 手无寸铁 现在还要做的更极端一点 就让你们连建议勇为都不行 他就是故意搞的 他故意就是让你们知道谁出来建议勇为 警察整死他 警察就说你们俩都要去关起来 所以现在中国人发展到什么情况根本不敢出头 各个更高好老鼠似的 都是些 移民都是些老鼠 只要这样看的赶紧退开 那就是中国的现实 这次是共产党用所有的方式 包括去搞什么 那个彭宇案 故意乱判 你只要去建议勇为了 你没好下场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 通过警察的方式 把你们搞成你们俩都是互殴 你建议勇为根本就不鼓励 然后通过法院乱判 你只要去救助别人 你去帮助别人 你站出来帮助弱者了 你一定会受到中共的诊治 中共的目的就是让你们 在任何场合 都不敢站出来帮助弱者 而且他鼓励弱有强失 弱者你去欺负弱者吧 欺负去 流氓你就整 整这些弱者 往死里打 谁 对的 让大家 所以老百姓自己是弱者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关系 什么都没有的老百姓 他就是弱者 这种情况下他敢反抗吗 周围的人都不会帮他的 弱有强失 比一比皆是 到处都是弱有强失 所以他们就学会了 闭嘴 躲着像老鼠一样生活 绝对不要跳出去 建议勇为 这是中共他想做到这点 而且他现在基本上做到了 所以这就是 唐山这件事情 你能够从中看出来的这些东西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他反映了中国什么样的本质 所以如果你在中国 你还要觉得中国是一个 很安全的地方 很好的地方 那你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最后 中国怎么去 怎么走哪里 还是去对你们自己 好 今天先聊着 咱们下午再聊拜拜